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这样的传闻 江炳坤昨天在记者会上否认他有辞职的念头 他强调在健康的前提下 愿意继续为两岸事务尽心力 第四次两岸两会会谈圆满落幕 海基会董事长江敏坤看起来好像累了 本来我觉得这五天下来体力不错 对他一问下午就有点疲倦 那么到了录我会赖志伟跟我说好像是均匀的一个样子 要休息 要休息 那当然 赖信源在一旁附和董事长的确需要休息 令人联想到江敏坤眷情的传言 敏感去留问题 江敏坤这次选择直接回答 他说没有想过辞职 江敏坤否认眷情 强调在健康的前提下 愿意继续为两岸事务尽心力 这也是他个人心愿 如果中间没有其他变化 第五次两岸两会会谈 应该可以再次看到江敏坤和陈云林同台的画面 23号晚间由岛内独派团体前往陈云林下榻的饭店前发射冲天炮 台中市警察陈朱祥在上前制止时 被独派人士从他们的宣传车上推下摔伤 造成颅内出血 在住院了三天后 陈朱祥的病情恢复稳定 今天转入了普通病房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流血冲突爆发之后 今天也是首度面对镜头 承认动手推警察的行为过度了 23号晚间锦名发生激烈拉扯 台中市刑警大队针三队小队长陈朱祥从车顶摔下 头部受伤送上救护车 在住院治疗三天后 陈朱祥病情稳定 今天从家户病房转往一般病房 陈朱祥说 当时他发现宣传车上有人用手勒住同人的脖子才会想爬上去帮忙 没想到才刚爬上车就被人推下来 最后一个要快完成的阶段发生这个不幸 我个人感觉到很遗憾 还有要跟我的团队说声抱歉 大家所有努力 因为我一个人的影响 我要跟大家说抱歉 即使自己摔的颅内出血脸部受伤 左手骨折 陈朱祥小队长心里还是只惦记着本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的维安勤务 跟其他同人的安危 而在流血冲突意外发生后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首度在媒体面前对该事件表态 蔡英文虽然承认动手推警察的行为是有些过度 但仍强调警方应公开公平处理 而对于在本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落幕之前发生的这起流血冲突 有台湾媒体发表评论指出 民进党虽然表示会负责面对 但仍在强调被逮捕者非民进党党员 似乎想撇清责任 只是从社会观感上 此事与民进党是脱不了关系的 而民进党也应该认真检讨对于聚众示威活动的基本态度 评论还认为 每出一次这种事 民进党的支持就流失一部分 也就是说 民进党运用这种群众路线 反而会离人民支持越来越远 民进党高层真的要冷静想一想 真的要这样被少数极端分子继续拖累 甚至继续绑架吗 好 我们现在马上带您通过卫星连线 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张景伟先生 张先生你好 岛内独派人士和警察爆发了流血冲突意外 虽然说动手推警察的不是民进党党员 民进党一度也想撇清责任 但是有岛内舆论认为 民进党是难脱干系的 对此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这件事情当然和民进党有关系 我们可以不妨这样换一个角度来看看 如果是国民党在在野的时候所发动的群众运动 那么当然它会号召动员跟国民党比较亲善 走得比较近的一些相关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来 那这些团体在国民党的所发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 这样的一个旗号底下 万一发生这个失控的现象的话 那你想这个责任国民党拖得了吗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 就是说民进党也许可以在形式上讲说 这些人并不是民进党员 也不是民进党直属的一些党部的组织 但是我想在这一次整个这个呛臣于宁 江臣会以及这个整个的分进合集的 像无论是旗号或者是整个的轴线上面 发生了这样的让人遗憾的不幸的一个流血冲突 民党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而且没有办法讲说跟他没有 没有这方面是可以切割的 我想这个民进党是没有办法嘴巴上做得到的 那社会观感上也不会接受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压力底下 那么我们看到了民进党这一次 先是这个秘书长苏家全 那么紧接着这个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也出来 坦承这个这一次的事情是失控了 那我想民进党这一次反映之所以会这样 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他们在不久前刚结束的这个地方选举里面 取得了胜果 那么社会上透过民调的呈现 普遍认为是民进党新的一种比较理性的 的这样的一个领导风格 带民进党走出了之前的一个困境 所以无论是对于民进党的一个形象 跟社会观感或者是蔡英文主席本人的 个人的一个政治声望 这一次的事件上面在警方公布了这样一个 录影带非常清楚的动手的前后的是非 很清楚的情况底下 民进党与其硬拗 说跟他们强辩或跟他们没关系 或者是反批判的话 那么可能引起社会的反弹 跟反感会更大 倒不如必须估算这个利害计算 那么更积极的跳出来承认是他们的错的话 我想相对的两害相权跟两利来计算的话 对民进党可能还是比较有利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 我们再带您来关注一则与台湾民众健康息息相关的消息 台湾居民的洗肾率是世界第一 而根据分析发现在一些地下电台越多的地方 透过电台买药的民众也就越多 随之带来的洗肾的病人也就多了起来 因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指示台新闻主管部门 台卫生主管部门跟通讯传播委员会联手 加强取缔地下电台 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有事可治病 没病就当补身体 台湾地下电台卖药对社会渗透很深 连台新闻部门负责人苏俊斌也有亲身经历 问题是根据分析发现 像这样号称赛化驼的药吃多了 洗肾的病人也多了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 赶紧指示要好好取缔地下电台 喂药 尽药 烈药 这不好啦 一些老虎的不知道 吃这种油 很快就塞进去便宜的洗油漆 我们卫生署会加强 来做这种机场的工作 其实取缔的工作一直有在做 以今年云林县为例 有200多项贩卖不实药品的检举案 100多件确定违法 总罚款金额应有将近1900万新台币 但实收的罚款却不到92万 地下电台罚不怕 台行政机构要卫生部门 通讯传播委员会 新闻部门联手 为民众健康把关 台行政机构负责任吴敦义 担任民代史被视为台立法机构的一级唱将 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他回到当年跨入政坛的台北市议会 参加聚会 难得抓起麦克风 一首一首闽南语老歌唱的是好陶醉 吴敦义还强调 他其实只用了六成的功力 我们现在就带您起来听听 他的歌喉到底如何 难得看台行政机构负责任吴敦义 抓麦克风唱歌好陶醉 吴敦义一边唱歌还摆pose 手插腰带 职业水平不看歌谱 唱完风飞沙 开赏了接着再来一曲思慕的人 吴敦义似乎偏好闽南语老歌 小调节奏 台下有人配合伴舞 他还会带动气氛 吴敦义就是在36年前的圣诞节 进台北市议会 从此跨入台湾政坛 从前当记者也是跑议会新闻 回到台北市议会就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你又听着我唱歌 我少生去唱得很快 可以吗 那只有我平常水准的六成而已 吴敦义圣诞节回娘家 浅尝小酒又大展歌喉 情绪超嗨 好的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少时休息 回来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第四次两会领导人会谈台中落幕 会谈给两岸带来了什么 绿营抗疫右线流血事件 民进党究竟要如何面对两岸议题 敬请关注周日晚22点播出的海峡论坛 台北新移民老妇打甲流疫苗后猝死 家属判解剖找出死因 民众接种意愿不高 台湾自产甲流疫苗接种数再闯干日新低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湾又传出了一起疑似 因为接种甲型HNE流感疫苗而死亡的病例 台北县树林的一位78岁的老妇人 22号和先生一起注射甲流疫苗 后来出现全身酸痛等不适症状 家人在25号将她送往附近的诊所 施打止痛剂 没有想到在注射完后一个小时 妇人全身瘫软 宣告不治 家属质疑是疫苗有问题 检警也将进行解剖来厘清死因 就在接种新流感疫苗后的第三天 78岁的周姓老妇人猝死 家属赶到仁爱医院低调的伴后事 这个月22号周姓老妇人和先生 一起到树林仁爱医院接种新流感疫苗 后来出现全身酸痛的症状 老妇人一直喊痛 家人在25号的下午 带她到住家附近的诊所就医 没有想到老妇人打完针 回家一个小时之后就全身瘫软松衣 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家属伤心难过之余 最想知道的还是老妇人的死因 就怕是新流感疫苗惹的祸 不只让老妇人无故的赔上一命 还降低外界对疫苗的信任度 家属等待遗体解剖的同时 疾管局和社会大众 也睁大了眼睛盯着真正死因 台湾开始全面接种假流疫苗后 除了传出民众猝死等负面新闻外 现在还有网友爆料 一般印象中拿来防腐的化学药剂 福尔玛林竟然是假流疫苗的成分之一 造成了部分网友恐慌 面对这样的传闻 台卫生部门出面大方承认 还说只要是不活化疫苗 都有福尔玛林的成分 而且这项技术在全球已经沿用了 将近半个世纪了 说到打针小朋友一直哭 但家长更担心的是 假型H1N1流感疫苗到底安不安全 有网友直接公布国光疫苗说明书 成分里面竟然有福尔玛林 疫苗里头有福尔玛林 台卫生部门药证处长直接承认 它的作用就是杀死病毒 经过分离和稀释才能取出抗原 一般都会在说明书上头写的安定剂 看英文确实也是福尔玛林 上头有0.5微公升 经过纯化和分离后 最后一定要比0.01%标准值还少才行 台卫生部门表示 从有疫苗开始 只要是不活化疫苗制成 就一定会有福尔玛林 像是小儿麻痹疫苗 日本脑炎疫苗 还有日本流感疫苗 制造过程都会使用 也符合规定 相关人士说福尔玛林最少要10克才会造成中枢神经伤害 但是疫苗里只有万分之一克 肾脏可以附和 多喝水就能排除 台卫生部门解释 福尔玛林和代替品相较之下 比较能迅速杀死病毒 才会沿用将近半世纪 有网友看到这篇文章被吓到 也有网友说不要危言耸听 应该正确了解事实 避免恐惧 只是在网友不信任疫苗的前提下 爆发含福尔玛林成分也难免会引起恐慌 由于对台湾自产假流疫苗缺乏信心 岛内疫苗接种数再创单日新低 25号这天只打了76000多剂 和12月中旬相比整整是少了一半 台湾媒体分析 这是由于民众对疫苗存在不信任感 才导致接种意愿预期的低落 那么究竟该不该让孩子来施打疫苗 使得不少家长陷入了两难 画面上的孩童小小兵圆明温玄夜 两岁时以客串台式重拍的 星星之我新出道 父亲是曾在1983年 以星星之我新走红的台湾童星温兆宇 一名小冰冰 虽然正当红 下了戏的小小冰和一般小孩没两样 当然也要担心假型H1N1流感 只是医师说 小小冰的过敏体质先不打针 可是身体无恙的弟弟迷迷兵 怎么也没打针 原来做爸爸的小冰冰 看了最近这么多疑似因失打疫苗 而死亡的案例 一样会怕疫苗不安全 觉得好可怕 害怕 当然会 弟弟跟我现在都有一点小小的流鼻涕 还有咳嗽 所以我们要等这一波好了 再去打 觉得疫苗还是不打不行 很两难 看看艺人方文林也为人母 平常让两个女儿运动加食补 不靠疫苗 没想到轮流得了假型H1N1流感 张琼兹则是让女儿早早就打针 得的是一般感冒 贾永杰也让孩子打了疫苗 不过最近孩子只要不舒服 他就紧张得不得了 明星家长的心情 也反映一般人的疑虑 假新H1N1流感疫苗 接种速度持续递减 12月中旬时 一天还打了13到14万剂 圣诞节则是一天7万6千剂 创单日新逼 眼看民众接种比例 才来到二成一 台籍管部门认为 至少要三成 才能阻止大流行 目标还差了大约170万剂 接下来还能怎样催真 在年底恐怕出现第三波疫情前 似乎还困难重重 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 由香港民意集团 独家赞助播出的今日链接 一起来了解今天 台港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结束五天四夜的两岸两会 第四次领导人会谈活动 25号搭机从台中反抵北京 今天香港文汇报报道 对于民进党在陈云林访台期间 干扰两会会谈的表现 台媒民调显示 五成六的民众表示不满意 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不满意比率 也从二成四增加到三成 两岸两会第四次领导人会谈过程中 绿营抗议呛下 对此台湾联合报 今天发表评的文章认为 绿营的抗议似乎是陷入了撞墙期 每次游行后究竟实现了什么呢 找不到着力点的民进党 动不动就把街头当成是战场 绝不是一个准备好能重新执政的准执政党 蔡英文曾宣示 受伤的老鹰还是老鹰 文章称老鹰如果强壮 带领台湾往正确的方向飞翔 那么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老鹰若伤在眼睛或是脑袋 老是迷失方向 恐怕就令人担心了 排测真组 针结二次金改弊案及洗钱案 岛内多位知名企业家 因协助贬家洗钱遭到了起诉 至此今天台湾联合报 还刊登社论文章指出 从李登辉执政时期到陈水扁时期 台湾的黑金政商交易 其实是变本加厉 每况愈下 究其原因固然是政治污染的财团 其实也是财团污染的政治 一个铜板拍部讲 谈及黑金权钱交易 不能只责备贪补的政客 想要收买公权利 以赴私利的财团 也是共同正办 这次三大金控同遭起诉 对所有的企业家 都是一记当头棒客 别被政治污染 也不要污染了政治 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台港媒体的 相关报道和评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2010台北新车展热闹登场 顶级豪华车与低碳概念车 吸引眼球 详细内容稍后为您送上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2010年台北国际新车展 今天热闹登场 超过200款新车 集聚一堂 全场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一台要价 近2000万新台币 可以买下一户豪宅的 英国顶级跑车 那么另外主打节能减排的环保小车 也是吸引了不少眼球 不少车商更是笑着证实 由于车市回暖 他们的订单 已经是排到了明年的1月份 2010年台北国际新车展 热闹登场 超过200款新车大车厅 而全场主目焦点 就是这款 英国手工跑车 要价近2000万 全场最贵 买家是全产业的老板 这台将近2000万 对 那个是可能会建议老板买 对 然后有机会替老板开车 没关系 真的心动想要买 怎么说 对啊 因为股票赚到一些钱 看车民众心动 买气加温 加上超级轿跑 马力一台比一台凶 进口顶级休旅车的进化版 再探富豪荷包 车厂也透露 各厂排的热门量贩车种 到31号为止 几乎没车可卖 订单排到明年1月 几期付出 高价位进口车 它的接单状况 应该会比 平常时间来的多个两三成 最环保最重视的车款 就是 减碳当道 平价的环保车款 也是车展重点 除了在台改造的 录制猫熊车 大陆小车也来踢馆 成了两岸自主品牌的对决秀 台北新车展光看规模 不难看出车商有信心 让年底车市翻红 抢抢棍 好了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战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周末晚间的收看 接下来要请您收看台湾故事会 更多两岸资讯 欢迎您锁定东南卫视 每天中午12点整播出的海峡舞报 我是海哲 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